為防範隨時可能發生的新冠疫情 特區政府早前公布應對大規模新冠肺炎疫情應急處置餘案 並計劃是遠離民居、佔地廣闊的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 運動員培訓及集訓中心 設置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社區治療中心即方艙醫院應對萬一 整個叫治療中心 言下之意我們會引入更多的服務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很多新冠肺炎Omicron的病人 其實它最主要是90%以上都是無症狀感染者或輕症的病人 它的傳染性亦相對比較高 所以這個方艙醫院的概念就是這樣建立起來 李偉誠介紹 方艙醫院主要用於隔離輕症患者 如果有嚴重病例 將轉往其他醫院進行治療 而方艙醫院整體規劃 將視乎疫情嚴重程度分鑿四個應變階段 預計最多可以滿足約6700名病人的隔離需求 目前作為首階段的體育館內方艙醫院 已經完成演練場搭建 或設住院部、觀察區、生活區及診斷區等 同時一體化病人管理系統也已經部署 以提高月底演練時的完整性 這個館內除了觀察區比較多空間之外 我們可以創造到大概350至400張床 就是在這個平面空間裡 未來這個月大概都要持續過幾個時間 會讓醫委員進行報知 創設一些服務流程 還有我們會完美 我們希望做一次大型的跨部門演習 將整個到時實際的服務流程 透過演練去做一次 讓我們知道我們需要改善些什麼 李偉成補充 方艙醫院初步將配備20名醫生 以及40至50名護士 及後會因應疫情態勢 持續調整醫療配套以及策略 同時亦都計劃向其他醫護團體 提供方艙醫院服務流程指引以及培訓 以便是有需要的時候可以借調醫護人員 保證病人得到適切照顧 新美金 新製傷 ve京 Harry 新建築人員 姓家獻生 新美金 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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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鮮